福兵新生系列细雪本草 是由云南三七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支持 小教授 我都有针灸的 所以我对这个针灸同仁很有兴趣 但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针灸同仁的呢 这个同仁说起来差不多是一千年前 宋代天圣年间造的 为什么要造这个天圣同仁呢 两个目的我觉得 第一个是实行标准化 第二个就是便于考试 当时你看这个上边有很多的小孔 这就是针灸的穴位 考官是把它表面敷一层黄蜡 里边注入水银 考试的时候 这个考生比如说官员穴在哪儿 内官穴在哪儿 河谷穴在哪儿 考生就去扎 如果你扎准了 一扎进去水银就出来了 这你合格了 那针弯了你就失败了 不合格了 我真的很佩服前人的智慧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跟我同一个宿舍的呢 有一个黄教授 他研究针灸 用了27年的时间 终于在哪儿呢 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的东宫里边 发现了那具明代的正统铜人 那我们这个呢 当然就是仿照当时你同学 这个来做的 是吗 黄教授呢 他终于深入东宫去探索 把那个铜人呢 就把它复原回来了 我们中医学院从黄教授那儿 又复制了一个这个铜人 针灸铜人有千千万万 但是真正的正统的 一脉相承的 我们这是一句 非常标准的针灸铜人 怪得知你说我们这里 各样都是保护 又是一个镇馆之保 是